在破碎生产线中,手段破碎常用饿破,也有的用锤破,那该如何选择呢?你得先了解这三方面的不同,首先,破碎的物料不同,饿破,软硬皆宜,常见物料,花钢盐,石英石,灰绿盐,和卵石,铁矿石等均可破碎,锤破,主要用来破碎硬度不高的矿石,例如石灰石,青石,煤干石等,否则锤头磨损严重,成本太高,其次,生产线的配置不同。 为得到例行较好的物料,饿破后面通常配置反击破进行破碎和整形,二段破碎得到的成品料品质更佳,单台锤破流程短,但传统锤破一般出料不佳,用在对成品料要求不高的生产线中,最后,砂石骨料的品质不同,砂石骨料线很少用锤破,易过粉碎,粉状料多,成品率低,且成品骨料可能产生微裂纹,影响质量和价格。 饿破是骨料生产线常用的粗破设备,后接反击破或圆锥破等,再加制杀机进行整形,是较为经典的多级破碎组合,现在你明白了吗?